LCCF TV 今集也是2022年的全新節目 尋找講巴的故事 香港曾經也有好多中小型的巴士公司 也被大家遺忘了 希望在此節目能勾起大家的小回憶 而第一集是吉時吉巴士有限公司 Cascade Plus Company Limited 成立於1981年 屬於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吉時吉公司旗下 有一間旅運服務公司 車隊曾經有日產Echo小巴 日產柴油中型旅遊巴 平治旅遊巴和今集主角 利蘭亞特蘭大等 配香港小友的Eastlanks車身 留意在上層車頭右方座位 編排比一般巴士 設計古怪 前望鏡設於右方窗口位置 令車內空間變小 實在不明設計師的容易 吉時吉在營運時 引入數量來自 Nottingham City Transport公司的 里蘭亞特蘭大 二手巴士 主要用來營運 聯合船 廠的員工接送車 或租借給城巴行走海洋公園線 落赴廣播道穿梭巴士 和私人租用 直至八十年代中期 吉時吉旅運部結業 他們的車隊部分由城巴接手 而吉時吉公司 在2003年3月14日正式結束營業 由於香港很少引入 East Lanks車身的Leyland Atlantean 所以 在節目最後 送上此車的車廂氣氛感受 行車片段給大家 因為這裏 一般車的車廂 這裏內裏 不一定能用 本來有些車廂 在北吹路 在北吹路 會有些車廂 有些車廂 這裏 不一定能用 不一定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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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